而县城府原民出卧了彰显部落主体性 以及独有的部落人文历史文化特色 今年特别规划推动花莲县各部落精神旗帜的制作 并且也在今天上午召开113年度 花莲县中区原住民族部落事务组长联席会议当中 简报详佳说明 而处长独顾塞运表示 借着代表部落精神的旗帜来凝聚并强化部落认同 以南美洲智利南方Mapuche族将族群文化图腾 与国旗结合成族群旗帜为例来仿效 县城府原民处今年规划推动花莲县各部落精神旗帜制制作 处长Dugusa Yun表示 借此代表部落精神的旗帜来凝聚并强化部落族群认同 所以部落居进来做但是这个部落我们不想做 我们希望这个是部落政府的事情 那我们也许提高一点点很少的机会 还有一点的协助来完成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讨论有时候 大家不见得可以讨论出来 那如果部落居经有了 那我们就把它放进来 如果今年可以想得出来 那就一定想得出来 那如果今年是在没有办法写的调分 没有关系 所以这件事情可以看不出来 那从期化的时候 后点可以啊 那当然可以化 因为我们不是夺起啊 也不是部落的情统 我们听你 但是一个精神认同 今天大家可以认同这个情统 就认同钢 过来两年我不能认同钢 就换掉那种 就好像是国企国企的变化 那我们现在不是第一个大为部落性 所以要清楚的告诉大家 是希望透过这个图形 让大家可以很清楚的 很简单的了解部落的核心 这样子而已 所以没有这个运动 我们透过一个运动 来完成这件事情 处长以图文简报强调 彰显部落主体性 以及各部落独有的人文历史文化 强化族群认同 进而以此为荣 与会的部落事务组长提出意见 与原民处进行讨论 现在复原民处借着今年首度推动的 第一场区域原住民部落事务组长 联席会议的机会 相加阐述 希望能够取得各乡镇部落事务组长们的认同支持 另外也借此进行包括 提高部落事务组长津贴 65岁以上原住民族人假牙补助等政令宣导 而部落事务组长当面提出包括部落聚会所披荐 颁发事务组长聘书 以及支持国六 以及华东块交通建设等议题表达诉求 热烈讨论 期盼宪政部原民处能支持协助解决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